嗨小可爱们 我是你们的娃妹小堂 欢迎准时收看一年一度 终女搞事业栏目浪杰4 经过第一季的抓马 第二季的平淡 第三季的青春怀旧 这一季看名单像是走向复仇 芒果也把名字从乘风破浪的姐姐 变成乘风破浪再到乘风2023 第五季估计就剩一个疯子 之前网传的艾威尔 詹西 小水平财纳 阿里 都没来 还没开播就传出徐怀宇 贾静雯四叉的场面 估计同族的陈一涵再不献花哨是假笑 这期视频就来详细介绍一下 最终定下的33个姐姐们 邱慈炫 品如 那个复仇的女人回来了 毋庸置疑 她 那语口碑最好的韩国演员 大众知名度 吓到小学生 伤到我太奶奶 代表作回家的诱惑 谁都能唱几句那魂牵梦绕的OST 谁都知道品如的衣柜狠抓马 这部剧当时打败《公所心域》 《甄嬛传》等暴剧拿下了收视年贯 打破大长径收视记录 古装角色也很出圈 幕府风云阿丘乐 五月传奇夜沙罗 在国内发展的十几年里 有多部作品和综艺 后来嫁给了于小光 近年都在韩国搞事业和带娃 是从原生家庭中走出的女强人一枚 自于小光诈男行为之后 两人貌似还是非常恩爱 但我相信节目播出之后 她还是会被骂 从路透来看 欧逆气色不错 44岁依旧美丽 但她唱跳水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既然要追求自己 那就贯彻到底咯 芒果也是会搞事的 爱丽也来参加浪劫咯 李采华 香港三七艺人 有个听起来很牛叉的头衔 香港第八代语女掌门人 相比音乐 影视作品更加出圈 除了爱丽 还有王昭君 温代代等角色 但25岁后被雪藏十年之久 背着七位数的解约费 这几年她出了拍戏 也以爱丽发疯的表情包 活在我们手机里 更在上演中大唱特唱 无法原谅 不仅强品如的衣服 还强品如的战歌 网友们已经帮忙过 想好了一些热搜剧本 建议两位住一间宿舍 实现真正的 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 12年后再次同台 建议二位合唱一波 无法原谅 建议助演嘉宾 林萧素 在单人实力方面 李采华学过古典舞 战歌也非常娴熟 莫测又要赢过品如 没关系 就此却要是淘汰了 曼谷给她点个志 搞个派头 盖鸣高杉杉再复活 蔡绍芬 我们乌拉拉拉斯一搜 终于来浪结了 乌拉拉拉斯一搜 大家对叉叉芬这个人 她的剧 甚至她的老公 肯定不陌生 这次主要是带你们感受一下 娘娘的歌唱水平 普通话戏腔让人幻视 秘其妙妙屋 网友锐屏 比叉叉分缩 普通话更恐怖的是 用普通话唱戏腔 但我要说 娘娘的普通话说唱 更是一绝 娘娘别唱了别唱了 虽然唱跳双费 但有她绝对好笑 提前预定一个气氛组担当 Ella 陈佳华 华语女团比组 第一女子天团 知名相声团SHE里的E 出道22年 惊许无数 波斯猫 中国话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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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她的偶像剧 都是假小子形象 进军综艺节后 便社交汉匪 是创造101许静韵的导师 和亲吏儿曾可逆的导师 现在与二人同台敬演 婚后化身半个幸福母亲 半个Slay女王 唱跳实力能够狠狠 避一半人 就是很怕阿Kent指导的时候 Ella狠狠给她骂哭 徐怀玉 红极一时的平民天后 天地传说与美人里的小李鱼金 90后童年回忆 她唱的踏浪 我是女生 纷飞 红遍亮暗三地 就问有谁没听过 在事业巅峰期 因为拒绝陪酒被公司封杀 背上巨额债务惨惨惨 几次尝试付出 影响力都已大不如前 但姐保养得很好 还是很美丽 贾静文 又是一位童年古装女神 又是一位吃了防腐记忆的女神 以天涂龙系照明 至尊红颜五妹娘 大汉天子念奴娇 近年靠我们与二的距离斩获事后 姐的畅调水平 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孙岳 一首《祝你平安》 红遍大江南北 过年必备曲《欢乐中国年》 也是他唱的 后来风格从国泰民安 转为静歌舞曲 很多耳熟能详的中文翻唱 现在成为广场舞金曲 公灵娜 国家队选手 因为忐忑 法海你不懂爱被熟知 小喝糖水 让观众重新认识 公老师的能力 吟唱部分惊为天人 姐还有cover女团舞的爱好 前一秒凤凰下凡 下一秒竞舞女团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越活越年轻 阿令黄丽玲 实力唱将 我是歌手三 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狠狠出圈 好听的歌非常多 是本节浪姐的大Vocal之一 台上天生歌姬 台下小品天后 好偶像包袱 闹出过直播时鼻子有鼻屎 牙齿有菜的搞笑名场面 期待姐继续放飞自我 为浪姐的真人秀部分贡献更多笑点 即上一季郑秀妍参赛之后 这一季同样请来Kpop二代团FX的成员 送倩的队友Amber 近年在念于上上舞台当当导师 能唱能跳能rap A店估计能吸一大波女粉 曲影 本届年龄最资深的姐姐 完全看不出来 果然运动是人年轻 全能型艺人 年轻时候是国际超模 后转型演员 她应该是我们父母那一代的女神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容色倾城呢 代表做事有话好好说的女主 就是那个 的那个 唱歌也厉害 代表做加速度是一代人的记忆 后来参加百变大咖秀 走搞笑意还获得冠军 干一行行一行 猪猪 名艳大美人 本届言诞之一 现在太缺这种风情万种的美人了 猪猪姐姐就是合拍姐弟恋和小妈文学 本季机位最重人选 节目还没播出 就看到各种路透和互动 和Amber有结果氛围 之前看竞技综艺非凡搭档 被姐的情绪稳定给惊到 后面还是狠狠逆袭 期待她这次综艺的表现 张嘉妮 早年的穷瑶女郎 演艺脸幽梦的子玲 虽然当时出道时被吐槽比不上旧版的陈德荣 但她应该算是穷瑶奶奶最后选的美女 之后的审美已落千丈 姐姐的美貌掉达现在的小花 没有问题 姐之前和老公上过夫妻综艺 她老公买超说过 我们没有离婚只有丧偶 前段时间离婚了 没有离婚只有丧偶 吴倩 出道时是五大笑花 演过何以生相默的小赵莫生 泽天记的洛洛 还有多部小甜剧 中途一度去结婚生孩子 事业停滞 南方事业毫无影响 拍剧上综艺各种潮戏皮 自离婚后状态回春 专注搞事业 外形来说甜美一枚 挺适合女团 但我们倩的唱歌水平 看来戒指能走养成戏 卢靖山 之前看到营销号 介绍卢姐后面的title是 月华老板韩庚的老婆 嗯 怎么 是看不起我们 56亿票房电影女主吗 毕竟当时张汉这个男N 都敢来蹭票房 会功夫的萨姐 粤语说的比我流利多了 无忧 这位姐的实际也是有的 比如当年爆火的网剧 《鱼醉的女警》 卡哈演故 芒果台收视率非常好的 大妈们爱看的 因为遇见你的 恶毒女配 王嘉宇 对不起这位我真的不太认识 资料也很少 演过挺多配角的 参演过中餐厅寺 陈奕涵 以前是元气大眼少女 代表作皮子英雄 听说她有个很好笑的视频 被模仿过 我穿梭在 蓝布里面 跟芝林姐姐去迪士尼 有义曲同工之妙 前段时间结婚生子 现在复出但专注家庭 拍戏相对少了 留给大家最深印象的 可能就是 花少假笑大女 因为上一季的人都正常 这一季选秀出身的姐姐不少 刘希君 09届快乐女生 欲可为姜应荣都来过浪姐 现在刘希君也来了 知名作品 我很快乐 怎么唱情歌和混剑神曲 菩提记 刘亚瑟 金像奖影后 04年明星学院季军出道 07年我行我秀 斩获冠军 比较出名的是 在青秋湖传说中 也难扮女装 解言起装女人的男人 真的挺像的 许静韵 创造101选手 参加选秀前 就已经是英皇旗下的 超强新人 创总决赛 开麦唱K歌之王 裙子很臭 歌很好听 别人在选秀他想再开演唱会 曾可妮 青年二选手 舞蹈演员出身 演过点燃我温暖力里的摇滚少女 机位很重的一款剂 大概率是本届金瓜之一 汪小敏 一一届花儿朵朵冠军 翻唱笑看风云很出圈 也是一位实力唱将 国语粤语韩语皆可 陈斌 好声音第三季 那英组的选手 和张碧成是一届 谢娜 已遇三女 数生二十斤 华丽归来 上一季做主持 这一季直接打两份功 如今的主持水平略有进步 音乐代表座 舞蹈代表座 呃 放错了 谢娜之前跳女团舞还挺有活力的 舞蹈水平不错 但如果娜姐要秀 估计到时所有人都会变成 接纳的爱情报案 李莎明子 芒果系主持人 唱作人 比自己音乐作品更火的是 她的恋爱脑 在娃妹的频道上 和隔壁老凡 荣获年度最佳情侣 男友疑似嫖娼 她表示不介意 但目前已分手 赵丽娜 中国女族运动员 去年刚拿了亚洲杯冠军 身高188 势必成为节目中海拔最高的姐 姐姐不禁体能好 长相美 而且还会打架子鼓和唱歌 谢欣 本季最强dance担当来了 天花板级别的舞者和编舞师 舞蹈风暴第二季冠军 目前带领舞团全球巡演中 还抽出时间参加节目 完美的肌肉和体质 轻盈的起身和舞姿 是特别有资历的大师 美伊里亚 或许叫玛丽娅 水桥舞 大家会更加熟悉 早年血洗壁站宅舞区 极乐净土谁没听过 当年鬼畜 音乐 舞蹈区都因这首歌而沦陷 全民中毒 和217迎发娘的作品 是谁的青春会议 三人组让宅舞破圈 但已经在去年宣告完结 美伊里亚是女团出身 现在和音乐人合作了很多单曲 能唱能跳 是海外组实力ACE人选 唐伯虎 对不起放错了 是这位 这是努姑 这欧美长相 这中式姓名 不认识的一律打成汉语桥参赛选手 但其实是星光大道年度四强 美国歌手演员 从小就在中国生活打拼 老公是深入人心的居红川 不认识她不要紧 但你看过的古装混件和变装视频 有一半都是她的歌 七铺 越南多妻艺人 被称为越南第一美女 唱跳实力皆可 是越南版这就是街舞导师 在中国比较活的是几部特别狗血的音乐MV 插播一句 怎么不起我们叮叮当当的黄锤铃呢 吉娜 德国钢琴家 朗朗的老婆 这几年一直在真人秀出现 希望姐姐这次除了弹钢琴之外 也能有新的尝试 凯莉 不是我们中国的张凯莉 而是卡杰琳娜凯莉 俄罗斯歌手 也是芒果音宗常客 中文很好还会唱粤语哦 以上就是今年的33位姐姐阵容 看得出芒果想走国际化路线 增加一些日韩俄美等外籍姐姐 第三季成功的爷亲回路线 看起来也想再次复刻 但缺少纳英宁进这类大姐大角色 而且不知道舞台会重新全开麦吗 你们觉得浪杰斯是会再爆一次 还是会默默熄火呢 好了 今天娃妹就讲到这里 你们对这个阵容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关注娃妹 娃妹在这里等你哦